連成會不受美國總統影響 通膨就要飛起來了 通膨就要飛起來了 他還要這樣嗎 我跟你講 他現在這樣講 上任了以後 第一個你會使得美國的財政市值增加多少 不知道 他賬都還沒提出來 你緊張什麼 比如說我減稅 可是他客觀稅啊 客觀稅能夠補多少減稅額度 算你算吧 他真的會客觀稅嗎 他沒講我會懷疑 100% 200% 這客觀稅 所以 減少進口 然後增加 進口替代 會不會做 這個都是他口收的啊 那你要相信他百分之百 百分之50 百分之20 百分之30 我是說 觀察再說吧 對不對 美國政客那張嘴跟那個紮人騙女人一樣 都是為了騙選票講的 相信太多 那你現在聯準會呢 聯準會現在看得很清楚 美國的就業數字是全面狂跌啊 前幾天 我們在節目裡面講說 喔又增加什麼數字啊 結果他這兩天說 以前的數字要校正回歸都是往下調 就數據被扭曲了 因為選舉是不是 我不敢這樣講 他現在 這個時候他的數字是 狂跌啊 然後 因為他什麼罷工颶風這些就是 亂成一團 沒有 他還回去修正前幾個月啦 前幾個不是很好嗎 那你連這個數字又不是聯準會做的 這個數字是那個美國勞工部做的 聯準會看了以後 你這臭不起來 這麼差你還騙我 早點降息啊 為了民主黨的政績啊 會不會 應該不至於啦 不至於嗎 應該不至於啦 但是 我現在也沒有證據說他的統計為什麼要校正回歸 對啊 他講了一個理由 以前也沒發生過這樣的事啊 對啊沒有啊 因為是不是陳時中在當他們勞工部長是不是 所以也學會了校正回歸這一套 糊塗吧美國 幹這種事情太丟臉了吧 以前不是完全沒有過 但是沒有過去連續好幾個月 應該正確的 頂多調整上個月 沒有調整到上上個月了 沒有這種事啊 對啊 那這個校正回歸 會不會讓這個聯準會對於降息的判斷 重新 重新再 整理一下 聯準會一定回去自己算一下 勞工數字還怎麼算出來 聯準會 一鋼匙專家 他哪也會算 不是不會算 他一定算出自己的數字 然後不理勞工部 自己玩自己的 那照 假設照勞工部 校正過的這個數字 聯準會的降息是不是 幅度要 11月份一定降息 我說那會 兩碼嗎 原則上是一碼 一碼 就是說他也沒有覺得 需要趕快 救這個經濟就業 目前看不出來這個需要 看不出來這個需要 即便校正回歸了 看起來也還能控制 就是說校正回歸證實他降息方向是對的 但是要降兩碼還一碼 原則上他應該會降一碼 為什麼 因為GDP看起來沒有很差 還沒有很差 會不會等一下GDP也要校正回歸了 老天怎麼會嚇我了好不好 誰知道啊 以前沒有發生過的事都會發生啊 GDP是商務部來哪個當作主計的 也不是他同意的 你勞工部錯了之後還會有另外一個部也會錯啊 你美國拜登政府有需要搞 造假造成這樣子嗎 俄乎戰爭你造假也就算了 對啊 連這個都造假 太離譜了 俄乎戰爭是為了怕你影響民心 怕了美國國會不撥款 對 全面造假 連美國記者已經給你踢爆說 哲倫斯基政府貪污貪的多厲害 什麼東西也貪這可以貪那可以貪 那全權士兵都沒有拿到該拿到的東西 這第一點 第二點 他那個 哲倫斯基所講的勝利都是假的 對不對 事實上是真的要這樣 可是 美國官員在那邊講喔我們有希望贏啊 心裡面都很虛啊 騙老百姓騙國會 而且媒體也跟著起哄 美國真的很糟糕啊 美國現在很糟糕 所以為什麼喜歡 比較草包的賀錦麗當選 至少不要惹事嘛 那這個不管是誰當選 中國大陸 北京 現在 你覺得北京也是喜歡比較草包的賀錦麗當選嗎 沒有啊因為喜歡歸喜歡做一個 國家在做決策的沒有所謂喜歡不喜歡問題 他只要兩套 如果川普當選他要怎麼應對 賀錦麗當選他要怎麼應對 這是做政治決策應該有的態度 第一個你不會去影響他嘛 你 中國不會去影響他什麼 小國家對不對 你聽我的 對不對不會 像美國說支持民進黨 一樣的道理 所以對於這個 中國有偏好 他有沒有偏好我不曉得 那偏好不重要 重要是 你這兩套要怎麼用 要有兩套不同的劇本 那當然 賀錦麗當選你要怎麼處理 你們 中美關係太複雜了 有貿易問題 有科技問題 有什麼 這個 南海問題 有台海問題 搞不好還有 俄羅斯的問題 對不對 藝人這樣問題多很多啊 最近美國已經叫中國大陸去勸勸北韓不要到俄羅斯去 我現在多了一個北韓 對 還有一個朝鮮半島的問題 勸大概都會勸 但原則上不會有效果 因為北韓都不聽大陸的好不好 大陸自己都很頭痛 他現在俄羅斯是大哥了 普丁大哥 普丁當然跟金正恩 不金普聰 很麻糬啦 可是這裡面喔 中國也不方便 因為你去勸 金小胖 你們得罪普丁嗎 不好嘛 對不對 那只能說我關心一下 你們有沒有什麼麻煩的問題啊 會不會惹來太多要面的壓力啊 只能這種 旁敲撤擊 迂迴的方式 那如果會有他們壓力的話 那是不是 稍微做一點安排啊 一定這樣講的嘛 對不對 不然你叫王毅講什麼 外交辭令講一套就是了啦 我說我有來關切喔 我關心這件事情喔 你們好好的處理喔 你好好處理啦 對對 然後就跟美國講 你交代的事情啊 我也做個favor給你啦 外交道就是這樣 我傳了點話囉 這怎麼回事 金胖子不會聽大陸的話 大陸叫他改革開放他不可能 對啊 大陸說 我的模式喔 改革開放很成功 然後 你就 不要讓老百姓過那麼辛苦的嘛 的日子嘛 然後這個 我們不要去搞什麼馬克思主義王朝 因為 馬克思主義是不可以有家族政治的 像中國從一開始就這樣子 絕不搞家族政治 文革例外啦 什麼老婆管事啊那個老毛 叫老婆管事這很糟糕的事情啊 從此以後 就沒這個事了 沒這個事 那對於這個 這樣的一個 一個 坦白講共產黨是 做了很大的一個 對變 很大的一個 一個改變 這是一個很現代化的一個 馬克思主義的政黨 他完全在走新加坡的老路 就說 我該有選舉我就選舉 那選舉這一套你信不信啊 兩回事情 第二個 我選出來的人都很能幹 不會有草包也不會有沒品的 有的話 通通黨紀雙規儲分 他現在走這個路線 新加坡一樣 你不要以為新加坡沒有貪污啊 新加坡以前還有一個 總統涉嫌貪污 不是 總統什麼 有個部長還自己舉手自首 政績被逮到了 他們的法律自首也最比較輕 新加坡一點 對啊 所以基本上他們也有雙開啦 雙開雙規雙開 但是美國就沒有了 美國這個 貪污是系統性的貪污啊對不對 大家都是合法 這合法性的貪污 就是貪污 合法 那所以我是覺得 中美貿易戰會繼續打 科技資材會繼續打 你說川普克的關稅 拜登有取消過嗎 也沒有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是兩個人都一樣 不管誰上來都一樣 那台海呢 那台海他們就 其實台海的問題 在中國大陸方面的因素比較重 他們兩個都在觀察 這個很頭痛耶 要跟中國大陸真的開打嗎 如果是 北的國家可以馬上下決軍開打 跟大陸解放軍要下決軍開打不太容易喔 那比如說這個 好像有什麼翁里宗教授說 大陸解放軍也還沒有實力 打一場戰爭 他的話我有所保留 因為他 他不是跑到 什麼 北極去打 不是跑到歐洲打 不是跑到東太 就在台海打 那也不太一樣 他每天都來 練習了 他已經練這麼久了 就不太一樣了 那你美國說我有幾艘航空母船 就算你10艘航空母艦 你10艘 排隊來 4500公里的導彈等著你 你闖第一關 闖關遊戲嘛 再來 第二關 1500公里導彈等著你 第三關 500公里的 等著你 看你那麼闖三關最後還剩幾艘嘛 大家先試試看 何況進入 500公里以後 他還有 航母在等著你 大家試試看 對不對 戰鬥機跟你拼一下 航母沒有戰鬥機搞不出名堂來的嘛 所以 這個美國總統自己來想一想 台灣值得他拚命嗎 還是只值得收保護貴 這兩件事情 他們兩個心裡都有底啦 那當然就剩下就是什麼 金融制裁啦 經濟制裁 那個可跟制裁俄羅斯就不太一樣喔 因為俄羅斯是還有 多少 很多國家不聽話 可是 制裁中國不聽話的國家可能會更多喔 對 所以這個 是取決在美國誰當總統 是取決在中國大陸怎麼樣子 中國大陸喔 根本沒有下定決心要東徵台灣 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 完全沒有 所以大陸竟然沒有要東徵台灣 就表示大陸沒有要統一台灣 不急 不急我們大家繼續過happy的日子 這個戰略空間就是搞台獨的好機會 所以這個 賴清德說 give me 4 years give me 4 再我搞4年就好了 他想要8年 他現在已經在安排任何 所有連任 掃除所有連任的障礙 好